遭李靖瑜只为两岸前客的中间人李俊敏 周一上午9点钟接获大陆来的快递 拿到李明哲亲笔信的证本 直接投递到李明哲写明的投递地址 交给李明哲母亲 随后李俊敏发表1600字声明 不满遭到污名化将退出李明哲案 李俊敏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表示 李俊敏在声明中自称 4月5号受到海协会委托接触家属 先口头转达李明哲先生的状况 7日海协会将李明哲的亲笔信 以电子邮件传送给他 7日他立刻约见李靖瑜 这次会面李靖瑜转述李俊敏的说法 应该把对方当作绑匪 对方也不谈法治 你要我帮助你就立刻取消非北京 否则我就爱莫能住 李靖瑜认为受到威胁风口 李俊敏在声明中回应 如果继续制造新对立活动 就不可能有协商的机会 这是基本常识 如果这样被认为是威胁好吧 我向李太太说声抱歉 但是他驳斥自己一毛钱都没拿 怎么能被解读为前客 你这样穿梭两岸 你会觉得你身份敏感吗 所以说我希望低调 因为你在穿梭两岸的时候 你就必须很低调 可是现在我们的机会已经曝光了 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中警方的事情其实是成功的 在中间穿梭的李俊敏 营救过法轮功学员中顶帮 和遭索马利亚海盗绑架的 台籍轮机长沈瑞昌等人 李俊敏目前在领航基金会工作 负责帮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蔡振元处理两岸事务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前立委李庆华2006年12月 曾在质询时指出 李俊敏民国68年到中国大陆 出任务被捕越狱逃回台 宣吉又被军方判往中国大陆出任务 结果李俊敏又被捕遭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还在狱中继续搞情报工作 再以特务罪被判处死缓 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 李俊敏在狱中曾被拔光指甲 并独求水牢带死 没想到2006年大陆在他入狱27年后 将他释放 是情报员死而复生 还能继续穿梭两岸的寒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